你在雪山脚下泡过雪水澡吗 真的好冷啊 既然走不了就停下 开启40岁阿姨和狗的隐居生活 隔壁市养风的一家三口 对我这个新邻居充满了好奇 来小朋友给你的果冻 谢谢阿姨 不客气 你挑起来可以到里面去啊 好嘞谢谢 因为口罩原因 新疆的各地都处于禁止状态 我刚乔迁的新居还热乎着 慢慢的时光总要想办法打发 这里的枯树 溪流 绿荫 草垫 都是我的游乐场 虽然夏天已经过去 走进这样的绿色 我觉得我好像变成了 明媚热烈的野生女孩 这是你们家给我做的吗 谢谢谢谢 太感谢了 谢谢你啊 小朋友 一会儿给你买啊 哇塞 哇塞 幸福的要哭了 太幸福了 拌面呢 你好 有人在吗 没人呢 难道出去了吗 那边好像有嬉闹的声音 我不会啊 黎黎色的耳朵触摸在还明显 一色慢慢展开楼中星光点点 我听着耳机中低的音乐 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 啊 还是水面都好喝呀 把天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 着迷你没见柔情似海的双眼 心动相逢了 哇 好冷好冷 赶紧洗个热水澡 这雨越下越淡 我总觉得把车停的 这个地方还是不是那么的安全 看天气预报 这个雨还要连下三天 可是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地方了 如果你们是我会怎么做呢 留言告诉我 我会怎么做呢 感谢观看